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52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 Stewart Series工作室系列 Lazerbeak 激光鸟 它是来自于真正电影第三集里头的一个角色 当时看到这个预购的时候 看到它的定价是台币大概300出头 我想说 哎呀 这应该是个核心级的玩具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让Deluxe等级 甚至是Humanalized的音波或声波 来当一个身边的宠物了 但是反正我就下标了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激光鸟居然是Bumblebee 这简直是这个当时看到名字的时候就下标 但是没想到这位你居然是大黄蜂 这个这玩笑开得太大了 这个大黄蜂 涂成粉红色 你还是TMD大黄蜂 怎么说呢 对不对 然后就 我这个人就一言九鼎 已经定了我们也不能说不要了 对不对 但是确实这个冲击很大 到现在我还不能平复 我怎么还去买核心级的大黄蜂 Deluxe等级以上我都已经觉得很腻了 怎么还就被这个Laserbeak这个名字给骗了 对吧 好吧 这一集可以录到这边就好嘛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那它里头附带的背景卡 这个是第三集里头 那个激光鸟的化身成 一个长得像大黄蜂的机器人 然后闯到这个别人家里头 其实我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变成像大黄蜂的样子呢 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选择啊 那这是一个核心级别的玩具 一样是工作室系列前一阵子推出的音波 我只能说这两者的画风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我甚至我自己对这个模具我很陌生啊 这是新的模具吗 还是说之前的哪一个模具的冲突 我真的我没有印象啊 那就反正算了啦 反正就反正你买也买了 然后拿出来玩了一下啊 它最大的缺点还是这个超级巨大的背包 而且不是背包 它连后面的这个板子都非常的巨大 然后脚的话呢 站立性有一点差啊 它这个脚后跟空洞比较大 所以在站立的时候呢 有时候这个脚要稍微往前推一点点 反正你需要一个特殊的角度 它才会站得比较稳了啊 比较站得比较稳 那可动的话呢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这个左右转动 上下转动没有问题 甚至变形的时候呢 是有需要把它收进去的 眼珠子的红色的话呢 跟脸部的银色 这个分色都是做的挺好 这一点你可以假许一下 然后手上的这个变形的这个火炮 洛克炮啊 这个轻松的可以拿下来 两手的话呢 是可以交换拿的啊 交换拿 但是造型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样 但是难得大黄蓬有可以换手的手炮 那脚的话呢 有一个基本的可动吧 那这个膝盖是可以弯的 那这个地方看 感觉看上去的话呢 还算有一点细节 然后这个胸口的话 跟身体是没有得卡住的 就这一点就是让你比较无言了啊 那脚的话呢 没有接地啊 小比利这么 现在比较小比利玩具 不能要求太多 这句话已经不能说了啊 因为现在小比利的玩具 真的是越做越精彩啊 好吧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LaserBick 它一个并行过程 首先的话呢 它的这个这个面板是斜一个角度的 我们把它往上面推上去 连同这个脚 脚底板推上去啊 然后两脚做一个合并 好 合并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啊 往上推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胸甲稍微往前面拉一些 往前面拉一些 这样子 拉一些 这样子的话呢 这里才能够躲开来 才能够 顺利的呢 去完成一个这里翻转的一个变形 那我们这个地方 到这里 那这里往上面稍微推一下啊 这里 上面这个缝要密合到好的话呢 需要内部这些特殊的一些关节 你就必须转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定位啊 头的话呢 这样子就把它给扣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手的话呢 给转进来 转进来的时候啊 我这一侧的这个轮台很容易掉 就卡到的话 不小心就会掉啊 掉过一次之后呢 它就特别容易掉 然后呢 手转进来之后 把这个拳头末端的这个孔洞朝外 这个地方扣进来的时候呢 把这个门板 这个上面这个凸啊 跟这个手啊 去握住 到这 这一侧的变形就算OK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将轮胎给转进来 它的变形呢 以这个官方的小比例啊 来说的话呢 还算有一点意思 但是 感觉还是有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就再把它给这个严丝合缝呢 给推密合一点啊 那这个是我能够掰得到的一个极限了 那么它的武器的话呢 非常遗憾的话 啊 说明书给了我们一个示范 就是最蠢的一个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放到车顶上 然后车子的这个缝的话呢 是稍微感觉有点大 我感觉的话是这个腿要稍微去调整一下 滚动性的话呢 还算可以 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完全变到位 太太太伤心太难过了吧 这个把他给压进去一点好了 这推着一下有感觉啊 好 没有问题 那么这是 其实严格来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激光亮根本就没有变形成车子嘛 所以这完全就是 说穿了就是一个消耗大王宫模具的一个手法 好吧 那 这个我相信应该没有几个人会 应该没有几个人会想要去 去入手这一款的啊 那我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波 一些玩具都陆续到货 那就顺便展示一下好了 就是干脆拿着 这一款 汽车合体啊 这个到货了啊 然后另外一款这个是 这个叫做这个什么什么角色 这个应该是一个女性角色吧 反正下单了就到了 然后这个最近非常 和这个 抢手的这个蚂蚁 蚂蚁 魔鬼勇士啊 最近追了这个BW的这个解说 然后这个 这个Stars Green这个之前的IDW有推出过这个DELUX CLASS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哎呀这看起来有点猥琐的一个老头在抚摸着一个少年的膝盖 这个是诞生套装啊这个也也到了那还有一组的话呢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牛皮纸箱 那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镜头太远了知道一下这个是博派的五人宝啊反正也也到了然后其他的火龙王啊还有其他陆续下一波东西的话那两天以后也会到吧瞬间 瞬间就是反正就是一月初也就瞬间大失血了啊大失血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嘛反正这个做BW的节目本来就是我 人生当中一个长期的规划啊这个都是应该的那也谢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那这句话我还是会经常说的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啊这个 Laser Peak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